好 获选2021年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之一的赖学冠 希望能够拍摄一部电影来提升大家对台东的认同感 立委刘兆豪特别前往电影拍摄现场进行探班 为团队来加油打气 也期待能够欣赏到影片完成后的成果 立委刘兆豪开办梦想资助计划 帮助年轻人圆梦 为了表达对资助计划得奖者的支持 日前特别前往计划得奖者赖学冠电影拍摄现场 为他们加油打气 2021年第七届的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 其中由赖学冠所提出的一个拍片计划 受到我们平生老师的非常的欣赏跟支持 所以获得我们今年第七届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的协助 所以学冠现在也正在积极地把这部短片 在拍摄制作的过程当中 那我今天特别来到拍片的现场 所以是他们称住的一个小公寓 在这里一个拍片的现场 来表示来关心也来支持 那我们想资助计划的安台东梦想资助计划 今年是第七届的举办 每一年都有一些非常新奇的点子能提出 这是我们乐于看见的在台东的年轻人 在台东这块土地上来实现他的一些想法 那学冠的这个拍片 其实它结合很多的各界的朋友的支持 也包括我们这个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的协助 它想呈现一个在现代生活里面 人内心的一种挣扎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境 那它的片名叫做怪房客 那很值得大家去期待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 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的协助 让更多更多的年轻人 愿意选择台东成为它实现梦想的一个好地方 也照强调希望透过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 让更多台东的年轻人实现梦想 同时也让更多人愿意选择台东 作为梦想实现的地方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